台北市的相關法規 如果他們看不懂的話 可能還是會去做一下功課 正常在記者會打法律前 要證明過問題的情報 民眾黨的理會王三三更判出 台北市都市教會 市場的主題條例第25條 強調和會黨營地區 用這個將來是照片照行 也不過隨著讓議員和細民 因為你引用條例亂引用就變成是合法的 不要睜言說瞎話 要臺北市政府所有的這個官員 要一起陪葬 電視都發覺提供的資料 領館面隔壁 警察下案是由土地管理的關係前 依照都市教會二十四條的規定 提出宣稱 都市教會發二十四條規定 為了促進土地利用 可以自己制定 才是變境四部的規定 如果台北市都市教會市場的主題條例二十五條 市市後正為土地有合理使用必要的事 可以讓他們用這個將來 撿書培現在就是在故意誤導視聽 還以為拿到都發局的迴函 就以為是撿到什麼寶 黃珊珊跟民眾黨被打臉之後 這個整個的反應啊 就跟義和團一樣 被打臉之後還在那邊講自己沒有錯 人在美國的黃珊珊也請說 在法行請郭特斯 就用這張力發揮這個部分 做一個解釋 想不到 讓用這張力用來符合共用理由 比喻就丹一 那些是特定的對象 第四部各位從四張力行方 這幾個月又讓氣候 黃珊珊利用自己立法委員的權限 硬要國土署幫金華城背書 結果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國土署也蠻有guards的 非常清楚的寫著 就是金華城的這種案例是不可行的 金華城的案件 到底算到 算不到 六位也是有舒緩 講的尊散 哈囉 我是蔣心梅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